人家说九百分之一 但是为什么中国要提上来 中国实际上是两百分之一 超雄应该食品安全的问题 所以导致我们现在怀孕的女性 超雄的个体特别多 为什么超雄的话题会提上来 但凡是超雄天然具备的反社会人格 或者换句话说天然就是犯罪分子 这不是他决定的 是他体内基因决定的 他一定要虐待 好的景象就是他只虐待自己 坏的景象就是残害 好的景象是残害自己 坏的景象就是残害别人 只要是超雄基金 超雄基金都是反社会人格 而由于这两年 为什么这两年以前没有在运检中 要增加这一项 现在增加的就是太快了 中国从九百分之一提升到两百分之一 快的无法想象 所以不得不画到 这就是为什么运检里超雄 变成了一个弊检项 前几年没有 那么导致的结果就是 我们有太多的孩子 因为我们的食品安全 呼吸食品不安全 呼吸不安全 基因突变 都是超雄 超雄以后 那这个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 就全都出来了 关键孩子自己一辈子倒霉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超雄的问题 超雄中和争 对反社会人格嘛 有关系 因为中国的食品安全 导致基因突变 所以超雄呢 现在在中国国内网上 也是恶脸话题 但是真相也是一样的 没人能说 所以大家都会拿一些案例来说事 因为真相哪个医疗 哪个权威的人说这个东西 不是被封了 自己也会倒霉 所以大家都不敢说 但是为什么以前不把这个放 孕妇的几个大问题 超雄的问题 还有糖的问题 就是孕期糖尿病 这个是概率增加 然后就是产后抑郁症 你们问问年纪大的人 就跟我一样六七 六十岁左右 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的人 你问问那个时候 有多少人是这个糖筛 就是有糖筛 会在你怀孕的时候 查糖筛 查你的超雄 查抑郁 不会的 那怎么就后来人越来越多 对就是现在中国 那个食品安全导致的结果 所以现在的 孕期糖尿病的比例特别高 孩子超雄比例特别高 产后的抑郁比例特别高 你到国外来 你不会的 你到国外来 如果你现在就在国外生活 你看看国外哪有这个东西 有多少人运气糖尿病 有多少查超雄 这个因为他们的生活状态就很放松 所以这个就是没办法 没办法 我们饮水都不安全 不光是转基因的食品 我们饮水都不安全 你不知道超雄吗 你不知道超雄吗 去网上查一下就知道了 基因的原因导致的 基因的原因导致的 就是现在如果你要是去做婚检 超雄是已经成为避检项了 因为中国的男性的精子活跃度太低 五千万活跃度太低 所以导致现在人工受精都成为我们的社保 医保里面可以报销的项目了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中共能对大家提供什么好的帮助 为什么人工受精都可以作为医保的项目 是因为中国男性食品安全太差 中国男性受精卵的成活率太低 不得不通过人工受精来延续 所以人工受精才成为医保项目 为什么中国那么好 超雄都作为女性的排查基因 糖筛都作为基因 是因为食品安全不能得到保证 所以婴儿里面 大家知道孩子里面超雄的个体数量增长太快 那么在认臣早期 由于检测出了超雄 就可以让妈妈决定是否终止认臣 听得明白了吗 就不要再生这个孩子了 行还是不行 让妈妈去决定 这些东西都不是因为中共对大家好 国外很多东西都没有 而是因为中国不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导致于中国的女性生育中出现的问题太多了 不得不把它提到 你要延续这个种族 只能这个的位置 好吧 所以大家听到这种消息以后就知道 哇 这个东西确实可能很严重 为什么精子数量未下降 因为你吃的东西 对吧 浙江18年了 对孩子的儿童的进行体检 发现所有的激素 8%以上所有激素都超标 为什么激素超标 因为您吃的鸡猪牛羊 什么不是靠激素长大的 然后抗生素超标 什么抗生素 受用抗生素超标 那他怕鸡死了呀 他怕鱼死了呀 怕牛死了呀 拼命的中国人为抗生素 为激素 既长得胖 长得快 出来早 又不得病 但是当他几十上百倍的受用的这些抗生素也好 激素也好 放到这里面 孩子不行啊 大人可能还能代谢一部分 孩子代谢不了啊 所以孩子吃完了身体结构变化 导致孩子在雄性 在雄性器官发育的时候 他就不完全 所以精子活跃度低 以前我专门讲过了 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低 就是这个原因啊 那你们如果在这里面有干这个水产的 干这个养殖业的 你可以跟大家讲解你们现在是不是有广泛的去用这些 大量的用受用的抗生素 受用的激素 来保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不然你不挣钱啊 人家都这么用 你不挣钱啊 吃素也不行 你看看受光有谁种的菜会自己吃的 问问受光的人 种的菜是不是都给你们吃的 里面放的化肥 放的农药 各种东西 比如说枸杞 所有人都爱吃枸杞 你们知不知道所有市面上 只要你卖的枸杞 因为不加这个 根本就卖不动 而卖枸杞的时候 那个枸杞红都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做的 我记不得要加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对人体超级有害 对 所有的枸杞里面都有 所以你说你吃素 你躲不过去在中国 因为大家都这么干 都这么卷 不卷你的东西就卖不掉 种的东西卖不掉 干的卖不掉 人家照过照片 超市进的黄瓜 一个个放在那儿 都是顶着花带着刺 大小都一样 长得全一模一样 跟假的一样 那东西能是自然生长的吗 对呀 鸡肯定有用药啊 不用药 但是那个药 它代谢不了 人就吃了 还有一个棉 有人说中国的棉制品 别扯淡了 你中国要买化鲜的东西 不要买棉的东西 有人说 这老师为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纯棉 纺织和染色的时候 在中国国内的棉制品 有多少致癌物吗 超标几百上千倍 因为没有国家检测标准 这个棉染色 如果用天然化学的 就是没有 不给你带来身体污染的玩意儿 这个棉它就没有办法着色 它掉色掉的很厉害 所以都得是这个 而且让它挺刮 它得加甲醛 所以跟大家都不知道 国内不是光你们吃的东西 你们穿的衣服的棉制品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有人介绍的 但是棉 纯棉制品 控格会不会对身体有害 染料会对身体有害 你们就全懂了 就是在国内 你所有的东西 衣食住行 你穿的衣服 你住的屋子 那些装修东西 就不给你讲了 就没有办法 你根本躲不过去 躲无所得 只能靠你的命好去拼 对 能买白的就买白的 是的 能买白的就买白的 老问我收割韭菜 别生气 你们不值得我收割 别生气 如果这个问的 不是小粉红真说的 不是这个问题 你想想我这个视角 哪会花精力 去挣那个万块八毛的太少了 真心话 太少了 好吧 大陆的衣服不行 你不要买 就是别那个什么 就是在中国活着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就真没有办法 就是你躲不开 你怎么躲不开 你说为什么在中国吃好吃的 到海外来都不行 真没国内好吃 废话 那个国内 那个做那个好吃的添加剂 全是化工合成 那对你味蕾的刺激 那可不好吗 你以为那个特辣 什么什么变态辣 那是人工出来的吗 那都是化学东西 那好吃 你到国外来吃不到 因为国外来不加这些东西 可是你加的东西 天天吃 你觉得这个东西好 可是你的身体 它 它行吗 它不行啊 身体受不了啊 优衣库可以 优衣库还可以 科技很活 没办法 科技很活 最近就在报你们面筋 说那个毒面筋 拿那个面筋擦脸 然后那个烂脸率达到90% 那科技活叫什么来的 那个那个人 我忘了 就是原来讲科技很活 那个人 他最近我看了一眼 他在报那个面筋 说那个面筋 国内的面筋擦脸 说能导致烂脸率90% 超雄不知道去网上查一下超雄综合征就知道了 超雄综合征 心机飞 心机飞 对对对 心机飞 谢谢大家 又花时间听我瞎嗶嗶 谢谢大家 咱们过两天接着聊 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 谢谢大家